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旦没拍摄好 再拍摄第二次就没有模型了 而且剧组也不可能再花费做模型了 在拍摄《大战红牌》时 剧中孙悟空被红牌的三妹真火稍晕过去了 在现实的拍摄中也发生了相同的情况 当时剧组给六小灵童穿上隔热石棉衣 并在衣服上涂抹和凝固汽油 当在表演的时候 一阵大风吹过火 月烧大 六小灵童被火烧大 满地打关 如果不是工作人员发现事情不对劲 后果不堪设想 在拍猴王叔问世时 剧中很多小猴子在水边吸水 这些小猴子都是剧组在当地找的小学生来扮演的 为了表现猴子的灵动性 他们爬树 爬岩石等 这些都是很危险的动作 重复地拍摄不仅浪费时间 而且也会给这些小演员带来未知的危险 在拍播生极乐天时 剧组到了四川都江苑下游 拍捞金书的戏时 演员一下到河里衣服就湿了 河底的状况又不清楚 演员在湍急的河里十分危险 不仅如此 摄像师在拍摄时也要跟着下河 而且摄像师还要抢拍演员的表演情绪等 可以说西游记的拍摄 堪比依次真正意义上了西天取经 这六年的拍摄 让剧组学会了很多东西 经历了很多常人无法想象的困难和危险 正因如此 西游记播出之后 带给剧组的赞誉是无穷尽的 他们也应该有这样的赞誉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